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及广东公立农业专门学校三校合并成立国立广东大学 中山大学由此发端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 学校于1926年定名为国立中山大学 1935年设立研究院成为全国仅有的三所之一 见效之处 中山先生积极厚望于中山大学 中尊教会学生 读书不忘革命 读命不忘读书 并亲密提写校训 博学 审问 慎思 明电 读行 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大学子 为民族振兴的伟大事业而努力 赞斗 1952年 全国院系调整后 原中山大学的多个院系专业被分出 其中 文理科院系与岭南大学相关院系合并 组成新中山大学 2001年10月 原中山大学和中山医科大学合并 组建新的中山大学 进一步拓宽了学科结构 成立所包括人丸科学 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 技术科学 风学 医学 药学 经济学和管理学等在内的 综合性大学 84年来 中山大学 研聘明事 排域英才 建树科学 红杨文化 铸造学风 创新学术 探索真理 追求光明 何固定心 自强不息 从初见时的壁路蓝铝 艰难起步 到如今的气象蓬勃 未为大观 中山大学 经历了 歹折不挠 上下求索的光荣历程 近现代的许多著名学者 曾执教于中山大学 他们为中山大学 留下了丰硕的学术传果 也留下了丰厚的精神遗产 鲁迟 郭墨洛 郭墨洛 附思念 赵原刘洛 陆杰刚 周虎成 于平博 陈年雀 陈年雀 陈重年 经历夫 王雅南 马财 龙庚 商长作 王继思 王立 周静文 朱千枝 殷影 虎哲隆等 飞升海内外的专家学者 都曾在中山大学日教 柯林 梁博强 谢志光 陈新桃 陈耀珍 秦光玉 林树摩 周树凯 周世帆 毛文书 陈国珍 李寿珍等著名医学专家 曾在中山医科大学日教 名家大师们 多数的品格 和精湛的学术造诣 轻涛着代代深深学子 形成了开放 故事 但为人先的学风校风 无数才华横溢的毕业生 成为了社会发展的栋梁 中山大学 也得以成为中国南方 一个重要的科学中心 改革开放以来 在国家教育部和广东署的道理支持下 通过211工程建设 和985计划的实施 中大抓住历史机遇 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学校现由广州南校区 北校区 东校区和珠海校区等四个校区 总面积达6.17平方公里 分别做了在珠江之畔 南海之滨 学校设有29个学院和6个直属系 并有5所附属综合性医院和3所附属专科医院 学校现有97个本科专业 拥有6个国家级基础科学研究和教学人才培养基地 4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首批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 以及中国第一个大学生体育训练基地 中山大学学科门类齐全 现有22个博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32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涵盖了177个学科专业 硕士学位授权点涵盖了245个学科专业 还有专业学位授权领域23个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3个 学校拥有4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2个国家重点学科专业实验室 2个国家级科研机构 拥有8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6个教育部人文学科重点研究基地 还有3个卫生部重点实验室 以及11个广东省重点实验室 学校有着雄厚的师资力量 全校共有教职工近一万三千人 其中博士生导师900多人 具有副高以上职称的3000多人 教师秘武中杰出人才辈出 目前有中国科学院院士11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3人 国家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6名 省级教学名师奖获得者11名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15人 学校以善待学生为办学的核心理念 以太阳具有国际事业 满足国家与社会需求的高素质复合型 把尖创新人才为目标 长期以来注重复合型人才的培养 注重学生实践经验的获得 注重人才培养的国际化 成为了国家和广东省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 十五以来至2007年 学校承担的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规划项目 973项目四项 周知国家863计划资助项目共83项 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36项 在人们社科领域 承担国家教育部重大重点项目 及招标课题71项 国家哲学社科基金项目重点及一般61项 十五期间 学校供获胜估计以上科技奖励166项 2007年 我求三个项目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实现历史性突破 大学的命运与国家的发展息息相关 周深大学已成为社会进步的发动机为己任 立足广东 立向全国 真实以科技创新力量推动国家和区域社会经济进步 不断提高为社会服务的能力 逐步成为了广东省支柱产业所需要的高新技术和关键技术的一个重要的创新员和服务社员 成为了知识创新科技成果产业化的重要力量 成为了广东省高水平政策咨询软科学交叉研究的智囊机构 成为了高质量医疗保健的公寄基地 为全面提升广东省的国际竞争力 提供了高层次的技术和人才支撑 迄今 学校与广州 佛山 赵庆和赵江市等八个市县 建立了校市战略合作妥伴关系 以各种形式与地方政府或企业合作 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 做出了积极贡献 作为全国高校附属医院最多最强的中党 创立大学医院团队新模式 实现医疗资源共享 庞大完善的医疗服务网络体系 在国家和地方医疗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中 发挥着重要作用 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中山大学 传承弘扬 开放务实的大学文化传统 开放与改革并举 以跟宽广的国际事业 谋划学校事业新的发展 近年来 学校积极开展国际合作 增强国际影响力 努力促使国际和港澳台合作 成为学校发展的新的推进器 增长点和创新点 大学养养 山高水长 中山大学 这所由世纪伟人孙中山先生 新受创办的中国名校 并成优良的办学传统 坚定信念 树立信心 跷踏实地 不限进去 为把学校建设成为 居于国内一流大学前列 具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大学 而努力